因為擦撞事故就被打到命危 現在送信男大生昏迷指數6 還在家戶病房搶救 張姓祖賢的父親上午公開道歉 但男大生的媽媽表示 不知道這件事 還哭訴自己的兒子 在擦撞當下就有道歉了 但是道歉有用嗎 期盼司法可以還給他們一個公道 對此台中市警局坦承 當下只以傷害罪嫌偵辦有疏失 包含分局長寄過一次 偵查隊長跟派出所所長料理限職 難大生的媽媽心力交瘁 對祖賢父親上午在自家食品場 開記者會道歉 他悲憤表示不知道這件事 而且已經沒有意義 滿臉愁容怎麼也想不到 單純的擦撞事故 兒子卻被打到命危 控訴對方下手兇殘 四天過去了昏迷指數在六到七之間 情況依舊很危急 一定要重犯 不要再讓那些人 再那麼猖狂下去 不把人命當成是命 對於警方案發當天已不是現刑犯 所以寒宋偵辦 將三名嫌犯釋放 男大生母親表示 自己只是平民老百姓 對於法律也不懂 只希望司法可以還給他兒子一個公道 對此檢警10號具體三名嫌犯刀案並漏夜征訊 火速在凌晨提出生涯 被告三人勾竄 共犯及逃亡之余 之前有多次的傷害等暴力性犯罪 有事實主任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余 而向法院申請羈押警戒 外界質疑警方似乎螺絲松了 親信當時只是雙方互殴 以傷害罪非現刑犯寒送 對此台中市警局坦承疏 也祭出懲處 包含分局長激過一次 偵察隊長和轄區所長調離限職 警方將全力協助調查 盡快讓案情水落石出 介紹兩次長 黃建民 台中報導